歡迎收看大人化之 智慧型手機是現代人的 時尚必備用品 除了是用來打電話聯繫之外 五花八門的這種遊戲 其實填補了非常多的 生活空白跟等待時間 沒錯 大陸的手機遊戲用戶 已經逼近了4億 遊戲公司如何搶錢 搶樑 搶地盤 今天就來告訴您 現場來賓請到愛舊營總經理 徐德航 德航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德航他曾經到中國大陸去打拼 對 我代表那時候 有台灣遊戲公司去大陸 去經營現金傳說 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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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自管 他非常了解兩岸的這種遊戲市場 我們最近有一點看不懂 其實我知道說大陸的手游發展非常非常快 可是看到一個數字 它顯示大陸的手游市場規模現在已經是全球之冠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這個在我那時候看到其實就是一個相聲勢頭非常非常快的市場 你可能在年初的時候來看這個市場的時候跟年尾來看的時候發現是不一樣的東西 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不管是產品的操作手法 然後產業的分工 都會覺得非常的變化 非常非常的快 這個已經 如果你沒有在當地 你會覺得這個市場真的是你無法看得懂 就不可思議 不可思議 現在他的人 他的這個線上的遊戲人口有4億多 是 手游的人 將近4億 手游人口 將近4億 不到4億 3億9千多萬人 說真話我根本人不太注意那個道有幾億人 那大家都是在看那個統計報告的時候才說這個道有幾億人 可是你去看的時候就是全民玩遊戲 就是全民都在玩 然後呢 大家都在地鐵上面 公交上面都在打 不只 我印象中記得我是03年的時候在上海嗎 我印象中好像是05年還是04年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大家的遊戲還僅止於貪吃蛇 對 是 可是那個時候在大陸它的地鐵站 就已經有人有弄小店在賣手機遊戲了 你就知道他們對手機遊戲的那種喜愛程度 跟台灣人來比他們更厲害 是 我覺得這個 其實這個會這麼蓬勃發展 其實也是來自於在目前大陸市場的這個環境 就是目前因為 那時候為了拼經濟的金融海嘯 所以中國印了一大堆鈔票 這些鈔票要去哪裡 4萬億 最快最快的人把這些鈔票變現的環境 就是手遊 所以大量的公司把這些錢都投到手遊市場上 比如說我聽過那個煤老闆 就是江西的那些有錢的那些煤礦那些礦主 採礦 採了很多礦以後就覺得 那我錢要在哪裡花 我要怎麼把錢變錢滾錢 那很快就變手遊 然後美老闆就在手遊市場就開始搜刮一些 其他一些中小型團隊 然後就包裝一下就變成是一個科技公司 然後交給這些經理人管理 然後就去騙市場的錢 然後市場的錢就繼續倒進來 所以那個手遊市場就非常非常蓬勃 那個熱錢就不斷地一直湧入在手遊市場上 然後因為這個競爭環境這麼的劇烈 所以那個推程出現的速度也非常非常快 我覺得是這樣 就是剛好這一段時間 尤其是金融海嘯前後 就是08年前後 剛好是中國大陸的換機潮 就是由一般的簡單的手機變成智慧型手機 那智慧型手機有一個跟這個 平常的這個簡單手機 有一個最大的差別就是它有很多遊戲可以下載 有很多apps 現在大陸手遊可以那麼蓬勃發展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是不用錢 就是你下載它的遊戲 你去玩它不用錢等你上贏了 然後你要買它的配備貨 它賺的應該是賺這個 我實際上來說 這是全球趨勢 不能說是大陸獨有的 就是全球的遊戲開始 那當然大陸跟韓國 其實是從免費遊戲 是這裡發源的 所以它的遊戲的免費遊戲 那個收費的方式 進化程度 遠遠都超過全世界所有其他地方 所以我如何把消費者那個心中那個癮 那個心中那個癢 把它摳出來 這是大陸廠商非常非常厲害的地方 所以從最早的那個什麼天幣開始 就是在網路遊戲上有各式各樣的 要買很多配備 裝備 然後買很多機器 這些 都是它賺錢的來由 那些遊戲的寶物 對於消費者而言就是 我要在遊戲中取得虛擬成就最快的捷徑 它不會直接把第一名就讓給你 這時候對消費者而言 我沒有努力的空間了 所以它會用 慢慢用一個手段 把消費者 從一個無資的狀態 然後到發現我有成長 然後到後來我覺得我有能力的時候 它突然打擊你 這時候你就突然想要花錢 而且那個錢很少 對 那個錢很少 它先讓你跟支付系統綁上去 用一塊錢 就為了那一塊錢綁上那支付系統 接下來不得了了 花錢的機會多 我舉一個例子好了 就是大陸有一個網頁遊戲 我們大概先講一下大陸的情況 就是它先是從端遊 他們所謂的端遊 就是所謂PC遊戲的客戶端遊戲 那你要裝在電腦裡那種形式的遊戲 然後呢 後來發展的是網頁遊戲 網頁遊戲呢 比如說是這種 瀏覽器打開的形式的那些遊戲 那瀏覽器打開的那些遊戲呢 它就可能就是比如說開心農場 是它最熟悉的那個經典 相當早期 那台灣那時候也有流行過開心農場 不過那時候因為是跟Facebook 大陸有它大陸的那些社群媒 社群合作廠商社群媒體 那這些啊 這個進化的時候就會進化到手機遊戲 所以其實這個進化是有一個 一段一段一段過程 然後這個過程的消費者 其實是從遊戲的簡單慢慢變到複雜 這簡單到複雜的程度 比如說開心農場就是我就種田 我上線第一件事就是把我的田開始跟 然後丟下種子然後澆水 還有人會來偷菜 這樣才有刺激性 對 那就偷菜就是大家會覺得 我被人家偷菜 我要去防衛 所以我要 我什麼時間要記得打開來 趕快先收成 不然被人家偷了 這是最簡單的遊戲 那個製作人來台灣的時候就來演講說 他因為他發現大陸的大批的農民 或是大批的他們3D 低學歷 低工資 低收入 3D的這些用戶 不會懂太多遊戲複雜的部分 他們都是會偷菜 他們用最簡單的方式 所以他做了一個三國 然後一開始就是種田 你種田 就是真的一直種田 種到30級的時候 那個城池都開始覺得越來越豐富的時候 這時候他就把原來那個保護的那些機制 通通都拿掉 這時候你就會被其他的玩家攻打 這時候 我是那個辛勤耕耘的那個農民 每天上線就是來收成的時候 突然發現我的農 這些我收成的這些點 娘草 戰利 就被掠奪了 被掠奪了 不甘心 報復 然後這就開始花錢 然後那時候這些花錢就花著 沒有止盡的花 然後這些書記是怎麼知道的 大陸就會用很多的那些數據工程師 在後面去進行分析 把這些數據通通整理出來 他才能知道說 玩家到底要什麼 玩家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要什麼 但是他透過數據分析去整理 去了解消費者 到底在什麼情況下 如果今天假設 他當初沒有設定保護傘的話 消費者可能在進遊戲的時候 就被強的玩家打扁 這時候就覺得 這什麼爛遊戲 我才不要玩 我不要被人家欺負 所以這時候 遊戲的這個歷程 跟這個成長的過程 其實是遊戲的一個核心的 那個經營的智慧 他很聰明 就這種經營智慧去創造了需求 跟他獲利的來源 那消費者被打的時候 我就覺得不甘心 我想要報復的時候 就是要拿錢出來報復 而且他一直掌握了 這一群玩家的特質 這部分 德行要跟大家講一講 大陸玩家的特質 據說跟台灣不一樣 我看到了一個訊息 他說大陸的玩家裡面 其實大媽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他每個月花在買這些手遊的消費上面 是五千塊 哇 我認為五千塊 很大的數字 五千塊到底是五千塊人民幣 還是五千塊台幣 可能是五千塊人民幣 我大概覺得說 這個大陸的玩家跟台灣玩家 很不一樣 其實在特性上不完全相同 有相同的地方 也有不相同的地方 比如說大陸的玩家 他比台灣的玩家更功利性 更功利性 更功利 更功利就是 我今天做什麼事情就要得到獲得 你沒有讓我得到獲得 我不是來玩你遊戲體驗的 我不是來玩開心的 我就是要 我今天做哪件事情 要佔過 要佔過 要有馬上回饋 所以你的等級要提升 寶物要給我 沒有給我寶物 我玩這遊戲幹什麼 所以那個 他那個 功利性很強 功利性很強 功利性非常強 而且 我在裡面打 我就是要拿罐 我就是要稱霸 我就是要搶地皮 我就不能輸 對 因為實際上對他們而言 那個 有些真的 大陸的玩家 其實跟全世界的玩家 現在都可以說的就是 就是兩極化的發展 所謂的兩極化發展就是 有錢的人非常非常有錢 他們叫金魚玩家 叫大R 就是R就是revenue 大R玩家 然後沒錢的玩家就是那些 賠玩的 是賠玩 遊戲就像是一個金字塔 有錢的那些玩家 就是那些 他可以用錢來解決很多事情 很多事情 可是等我看了一個 一個統計數據 他也是對這些玩家進行調查 他說有70%的玩家 其實是來自於三線城市 甚至三線以下的城市 是 當然 那表示一線城市人都太忙 太忙沒時間 他沒有時間玩 打遊戲 打怪 我認為其實都在玩 都在玩 不管是三線城市或是一線城市 他們玩的遊戲會有不同 喜好的程度不同 比如說我相信城市遊戲 城市的喜歡的遊戲 大怪就會像是消除類的 就是你剛剛說的這種 開心消消樂 開心消消樂 這種輕鬆的 紓壓的 對 紓壓的 然後呢 三線城市就是 我每天上港工這麼辛苦 我 我能不能有點成就感嗎 就我要發現一下 我要發現一下 那這種策略性的遊戲 或者是RPG的遊戲 RPG就是角色扮演 我今天代言一個英雄 然後在遊戲中砍怪獸 或是殺敵 這種角色扮演遊戲 就會變成是主流 然後現在這些主流的遊戲呢 當然城市有沒有人在玩 城市當然也有人在玩這個遊戲 但是以數量而言 當然三線城市 三線城市 這麼多 所以那時候遊戲 那時候我在大陸的時候 推廣的時候 就會發現一個問題就是 你的公司想要讓你的遊戲 推到這些地方去 沒有想像中這麼簡單 不是說我今天打了一個媒體 然後我就等著 那遊戲玩家 修成 沒這麼回事 上來註冊 沒有這回事 沒這麼簡單 他們有很多很多的渠道 那渠道包含 通路上面不一樣 通路部分就包含就是說 比如說是媒體 它的媒體也不犯是 我們現在只是講的網路 傳統媒體 包含的是 譬如說我們譬如說 常常看那種 電視的那些什麼 直播節目 那些還有一個串流頻道 像PBS 然後這些什麼 樂視 樂視 風行網 那些網站 他們自己都成立手遊部門 因為他們發現 他的流量去灌到遊戲的時候 很快可以變現 沒錯 所以他就把他的部門 變成是一個遊戲部門 然後就開始跟遊戲公司說 你的遊戲交給我來經營 當然他們就要聯運 就是我不是取得代理權 我只是把我的人流灌進去 那你賺多少錢 我可以分 我不可以分 它是不是有點跨平台的結果 跨平台 那這時候其實消費者的選擇就變得是 我今天我買了什麼手機 然後手機從那個安裝的時候就被 沒錯 就已經被安裝遊戲了 被綁架了 就已經被綁架了 那就叫刷機 就是已經刷在那個記憶體了 你拔也拔不掉 除也除不了 被強迫要用 被強迫的 台灣的話叫強迫中獎 是是是 一中獎都必須強迫 對 這時候其實對於玩家而言 好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那時候在大陸的網路的流量 都是要付費的 在台灣是免錢的 大家會覺得這個不重要 檔案大小不重要 可是在大陸檔案大小會很重要 非常重要 所以對於一個好的遊戲人 讓他的那個客戶端 就是如何讓遊戲灌到手機裡 這個最小的包 要越小越好 50Mbps 20Mbps 你今天是很大的遊戲 也不能超過100Mbps 這些對於流量 他們會非常非常在意 因為大陸很多網友都會很 很斤斤計較說 我這個月的流量是多少 因為都是錢啊 這都是要付費的 不像台灣少少錢就可以吃到飽 就可以不用在乎 沒錯 所以遊戲公司想方設法 如何讓消費者最便宜 最輕鬆最簡易的方式 拿到這些遊戲 或是這個遊戲商 想方設法的事情 那接下來就是遊戲裝起來了 玩不玩 那玩了以後他玩多久 所以他們很在意的 比如說是流存率 就是流存率 意思是說 這個人今天玩 明天玩不玩 今天玩 後天玩不玩 他們三天 七天 二十一天 三十天 而且我發現他很費 因為他為了讓你可以持續的玩 比方說我可能 正好很忙 我打到這個關卡 或是他很難過 我可能隔了 十天半個月不玩 當我在玩的時候 那關變得非常好過 你就立刻就過關 又立刻獲得了肯定 然後就繼續玩下去 所以會讓你上癮嗎 就是吸引你繼續上癮 他有這些 在遊戲設計上面 他就會有這些 小小的那種橋段 小設計留住你 以前台灣玩遊戲 玩一個 比如說RPG的遊戲 是角色扮演遊戲的時候 我今天要去接個任務 我可能要跟一個 電腦角色講話 然後他告訴你說 你要去哪裡哪裡找誰 然後去做什麼 什麼事情 就可以完成任務 你會得到獎勵 然後這時候玩家 又會在遊戲中 去找這個角色 大陸都不用這麼 大陸的做法就是 自動巡路 電腦告訴你一個坐標 然後你輕輕一按 你的角色就開始 往那個方向走 然後走到那裡 然後他自動打 打完了 然後去跟那個 原來跟你講話的電腦角色 交代任務 然後完成升級 繼續進行下一個動作 統統都自動 這時候玩家會覺得 我好像打開電腦 按個鍵 就接下就看到 一直延到三十幾 這種就是 大陸的這個市場都覺得 如果這樣的模式 拿到台灣 拿到日本 台灣接受度 會比日本高 所以你可以了解說 這其實玩家 這個 應該說是喜好程度的差異 我覺得台灣大概就介於 日本跟中國大陸之間 那日本的玩家 就不會覺得這樣好玩 他覺得這樣 你等於把我遊戲樂趣都剝奪了 我本來要去搜索的 去認識一大堆其他的這些 你遊戲中的世界的故事跟橋段 通通都沒有 歐美也不喜歡這樣 歐美反而會甚至希望是 用戶自己去創造這個虛擬的世界 它更多的是這樣的那個 讓用戶參與的過程 或者是用戶去體驗的過程 可是在大陸就是 自動尋入 自動打怪 自動升級 升級再給這些獎勵 然後如果你沒過關 啊 沒關係 他會給你機會 就過過關 那時候會掉出寶物 告訴你說這應該可以買寶物 可是如果說他的手遊的設計 just for中國人的話 那他的怎麼走進國際 他在國際上不也是 除了自己的市場之外 他在海外也開始有他的影響力 至少不用講 台灣已經被他滲透了 是 這個部分其實在於說 大陸的遊戲 如果我今天做 我的遊戲公司設計出來 就想要去大陸市場的時候 這時候他在這種遊戲 在國際市場大概是走不出去的 不管他們比如說什麼夢幻 夢幻西遊 三國 這些仙俠類的這些主題 可能他都走不出去 可是今天這些大陸的廠商 現在是一個贏者權的情況下 比如說贏者就是騰訊 網易 沒錯 海洋榜前十名通通都是網易 騰訊這兩家分框框 那大家都喝西北風 誇張點就是其實是 如果在100名之後 你大概連那個肉湯的湯的味道都聞不到 這個競爭 其實到這種程度的情況下 你可以了解說 他的用戶掌握在這些網路的巨頭上 他可以很快的把用戶引導到他的遊戲來 連那些中間的廠商 可能有一千人規模的廠商 在我們看來都是大企業 可是也活不下去 都活不下去 都活不下去 有一個很大的廠商 他在全球都可以排進前 前二十名的手遊遊戲場 他聽到他講出騰訊的時候 他就說他自己是土鳖 他的霸氣是可以隨時喊 把台灣任何一家遊戲公司買回家 可是碰到 講到騰訊兩個字的時候 他就覺得他是土鳖 我就想說 你是土鳖 那我們這些台灣遊戲業者算什麼 還算什麼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想見說 那個成者為王 敗者為扣那個市場 非常的巨烈 所以比如說騰訊 我常常聽到各自各樣的傳聞說 他去日本 他去韓國 去談任何遊戲代理權的時候 就是遞出一張支票 隨你一天 空白支票 空白支票 哇 那實在這個太霸氣了 太霸氣了 有錢就有底氣嘛 就這樣子啊 有錢就任性 就是他已經破壞了過去所有的規則 包括台上台面下 要這個negotiation的所有的規則 都不需要 他就是讓你隨便填 對 比如說以前的那些 還有很多大的遊戲商 他也可以在NASDAQ上市 或是美國紐約上市 比如說盛大 然後什麼九成啊 錢也非常非常多 都當國際上市 可是擺在牌面上的錢 就是輸給騰訊 那韓國人或日本人 把好的產品要交給誰 如果你沒有真的像騰訊或網易 在他這邊有用戶 有know how 有人才 然後產生群聚效益 那些不夠專業的公司 很快就會被市場洗出去 那他們 他不會因此透過併購這些 國際的大業者大咖 然後走向國際 我不覺得會是這樣 我認為更多的其實就是 他根本就專心 我只在國外市場好好打出一片天 好 比如說我看過一些什麼獵王的紛爭 對 或者是在福州有家公司叫IGG 這些公司都在專研在 國際遊戲市場的遊戲產品 所以他拿出去的產品 你不覺得這是大陸貨 你會覺得這是國際產品 那也是國際產品 對 國際產品 而且他在國際市場都很成功 非常成功 OK 我要代替所有網友問得 現在全球非常熱門的手遊 叫寶可夢 真的是在刺探軍事基地嗎 是不是有這樣的可能 我認為這個多 我認為傳言多一點 傳言多一點 原因我大概多講一點 就是首先這個遊戲的製作者 他不是日本人 他不是日本人 是日本人 是任天堂公司 把他最好的IP交給了美國公司 美國人來做 當然這是一個商業合作 雙門頭股權的交換 買了持股這些等等 所以這不是一個日本產品 我認為這不叫這個 這是一個美國成功產品 美國成功的產品 他之前就成功 他在跟神奇寶貝 寶可夢 寶可夢結合之後 他就變成全球大成功的產品 所以你說美國要刺探全球的軍事基地 不太需要吧 好像有點道理 可是實在不需要 不需要這件事情 所以他現在只有在美國加拿大 跟澳洲有開放這個領域 可是我看到很多大陸的網友 跟台灣的網友 都願意 想玩 不用說玩家只要看到這種新聞的時候 都會好奇 都會想玩 可是實際上他到底是 有那麼厲害嗎 有那麼厲害嗎 有 就是本來他的遊戲形式 就已經被證明成功了 就是在這個 他可以讓你走出戶外 對不對 我覺得走出戶外 跟實際配合 跟實際 我覺得實際配合 到底是 我大概解釋一下 一般所說的AR 那就是這個給了AR的新希望 可是我會覺得這跟AR的關聯有點遠 不太大 AR的意思是說 我在 我戴了一個眼鏡 我可以同時看到現在的世界 跟虛擬的世界 同時交合在一起 比如說我看到這個房子中的怪物 從這個門走過來 然後我就要開槍射擊它 那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要先辨識 這個是個門 所以最笨的做法 也在門上貼 對啊